趁着开店前 门市人员赶紧将起司塔补上成假 位于新光三越南西殿的北海道起司塔名店 15号突然宣布 8月31号熄灯 结束灯台五年时光 一早就有韬客们特地光顾 很可惜啊 一家的没有它好吃 这里我就一定买 我这个月都要来看医生 我就可以每次来买 以前买过而已 疫情本来就多少都会受影响 疫情之下 生意大受影响 只好忍痛收摊 因此16号开始 原味草莓焦糖的四种口味 享有买二送一优惠 业者趁着最后一个半月 希望能补回一点业绩 过去的排队名店 如今碰上疫情 生意大不如前 隔壁的生土司名店 也几乎没有人潮 其日也需要排上好几个小时 如今也祭出31号前 88折优惠 增加买气 甚至零一间日本药庄杂货商场 主打24小时营业 疫情前连半夜都大排长龙 现在逛街人潮也稀稀落落 有的时候他们刚开幕的时候要排队啊 都排大概两个小时啊 那不用排啊 现在随时都可以进来啊 起日的人气名店 遇上这波疫情冲击 也只能咬牙撑下去 期盼解封后 人流能回闻 TVB的新闻 黄冠维 李玉涵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